美貿易戰現在就是雙方好像在牌桌上打牌 中國手中有四張的玩牌 準備用鐵字來壓美國的大佬 為什麼 因為美國是終端的產品 但是你的供應鏈乃至於原料控制在誰的手上 控制在中國 我們看一下哪四張玩牌 第一個 鋰電池 那美國現在的這個充電電池的產能 大概就是3萬兆瓦 大概占全球17.5萬兆瓦 只有20%不到 但中國占了多少 60% 所以美國這些鋰電池 你這些在中國的手上 你下游的充電的這個電池 都受到了這個影響 那我告訴你 還不是這樣 未來的三年 中國的產能還會增加三倍 所以它佔的比重更高 相當於2.5個 Tesla 超級電池 那你即便Tesla是美國的 但是你控制在什麼 中國的這個手上 那有人講 這一次在9月份 美國對中國的2000億美元的產品的加徵關稅 沒有鋰電池 把電池剃掉 川普也知道說 這弄下去自己很糟糕 因為現在 這個鋰電池 是在中國的手上 但是假如這次沒有彈核的話 你可能集團體沒有彈成功 那明年 可能鋰電池就要納入了 納入以後 最後影響的是美國 再過我們看一下 太陽能的轉換器 其實美國現在做太陽能花電的功能 大概有25萬人 是煤炭功能的三倍 這個影響美國的這個就業 但是問題 你這個最關鍵的 太陽能電力的轉換器 在誰的手上 也在中國手上啊 也在中國手上啊 所以我假如打 關稅的貿易戰 打下去的話 太陽能電力轉換器 全部怎麼樣 把這個關稅給提高 受傷的還是美國的 太陽能花電產 它是在下游 它的工作有幾十萬人 再過我們看一下 電療設備 日本有一個叫歐姆龍 它是啊 輸往了這個美國 是電療設備 類似那個止痛劑的一個替代品 但是現在 假如加徵關稅之後的話呢 那歐姆龍 這個產品也會啊 受到影響 再過來 大家都沒有想到 美國很多中產階級 以上的家庭 家裡都有熱水浴缸 那有一家深圳的 叫啊 金城衛藝 它的產品 其實沒有賣到美國 但是它跟美國 進口的是這個 控制面板 還有 丙吸酸的外殼 那這一次啊 把關稅提高以後 結果成本啊 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以後啊 結果深圳的這家 衛藝大廠說 那我控制面板 跟丙吸酸的外殼 我就跟加拿大 跟別的國家買 這也影響到美國的這個就業 所以你看 這樣中美貿易戰打下來 難道川普是穩贏的嗎 明章兄講這個中國大陸方面 手上握有四張王牌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面臨到 股市跟匯市雙雙下跌的 這樣子的這個局面 不可能等到說 中美雙方 好決定 雙方都停戰了以後 我再來考慮經濟成長的問題 各位還記得嗎 在幾十年前 台灣的經驗 就是說 全力要拼經濟的時候 我們就把核川污染 放在一邊 我們就把空氣污染 也放在一邊了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面對貿易戰 還沒有完全解決的狀況 現在中國大陸 是不是也要犧牲 這個空污環保來救經濟 對 這個是最大的影響之一 因為我們知道 每年到了這個冬天 那因為中國的這個北部 尤其在這個河北這一帶 鋼鐵煤炭的產能 占中國超過一半 那冬天很冷 民眾就必須要取軟 所以說燃燒了這些化石 燃料 煤炭 鋼鐵的生產 哇 那個霧霾就非常的嚴重 這個過去引以過病 那現在中國不是說 只有兼顧了這個經濟的成長 它也要考慮到環保的問題 民眾的一個健康 哇 這一次破功 本來藍天保衛戰 這一次為什麼破功呢 因為中美貿易戰以後 中國的出口 中國的經濟全部下滑 那我如何防止下滑 我就是本來冬天的這些房屋 控制這些產能 甚至習近平講的 去這個攻擊側改革 去產能 全部都放鬆標準 所以造成怎麼樣 本來PM2.5的濃度 標準是這樣 那現在為了經濟成長 哇 不行啊 我把標準給降低 降低 讓本來應該停工的這些鋼鐵啦 懂得怎麼樣 恢復生產 哇 這個天空啊 就是霧霾 所以他們現在說北京啊 這個首都經濟圈多麼嚴重 最近啊 曾經啊 連能見度50公尺都看不到 然後很多條的高速公路呢 全部啊 都是啊 還有更嚴重 你不要以為說 啊 這個是中國的事情 最近啊 韓國也受到影響 因為中國東北北部的 這個地方華北 它的一個空溫霧滿 馬上啊 風一吹 現在冬天 很容易啊 冷空氣的移動了以後 跑到什麼 韓國 韓國的環保團體 現在要控告的是 南韓的政府以外 也要控告中國政府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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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